华联市长魏家贤25日上午特地前往清洁队 魏即将在27日代表华联县前往台中争取职业安全卫生优良人员 以及全国特优清洁队员决选的队员们来加油打气 那么期盼他们能够为华联县争取夹击 另外还有一位队员则是当选全国模范清洁人员 在11月份将会到台东来接受表扬 而魏家贤市长则也给予了加冕期许 经过华联县环保局的初选推荐 华联市清洁队在全县十三乡镇市中脱颖而出 其中长期推动职业安全卫生的蒋新明 以及自力维护环境卫生的郭黄松 两位队员将在8月27号由清洁队长吴庆展陪同前往台中 代表华联县参选行政院环保署110年职业安全卫生优良人员 及全国特优清洁队员的最终决选 而邱胜龙队员则是花莲县唯一获得全国模范清洁人员的肯定 将在11月9日前往台东县接受表扬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内能够带动更多我们清洁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管理的方向 那特别是蒋新明班长他在职业安全的部分 其实一直用心的在做不论是在晚上出车的时候或白天的一些规划 也给予我们对部很多的良善的建议 那我们像我们郭皇松还有邱胜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队值干部 对清洁队来讲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很好的一个示范 那再要特别感谢花园县政府的环保局 特别来推荐我们三位同仁 那也有一位同仁已经确定当选的全国模范的清洁队员 那还有两位职业安全跟特别优良的一个清洁队员的部分 未来也在27号 那我们要请吴队长带队去做相关的一个争取跟决选 希望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 在22个选手里面能够脱颖而出 那替花园县争取最好的荣耀 那我们当然心情是无比的雀跃啦 因为坦白讲对我们花园市清洁队来讲 这是有史以来同时几乎是南跨所有的奖项 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我相信我们同仁会继续的努力 那希望能够把各项工作能够做好 那获得肯定 那基本上就算到最后决选 不一定能够上嘛 就算到最后没有入选 我想也已经是一项肯定了 25号上午 市长威嘉仙也特地前往清洁队 为队员们加油打气 除了肯定他们平时的工作表现 也期盼队员们在全国决赛时 都能顺利为花莲争取最佳成绩 花莲市清洁队 亲近家园火醉战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